大家好,我是周周,歡迎大家跟我一起自助旅行! 今天要介紹的字是真、假的真 在自我介紹我們認識了真這個字的各種用法 自言其說介紹了幾個小故事都跟真相有關 其實現在的網路科技真的很發達 大家會把圖片分享來分享去 有可能是合成,也有可能是造假的 還有一句鄉民的話,沒圖沒真相 這句話現在可能要被推翻了喔 因為現在就算有圖有影片,可能都還不是真相 所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仔細的追求真相才是王道 自助旅行今天要介紹跟真這個字有關係的英文片語給大家認識 關於真這個字,因為我們可能會聯想到truth這個單字 它的意思是真實事實 我們常常會聽到人家說 Tell me the truth 意思就是說告訴我事實吧 truth還有許多有趣的用法 今天就讓自助旅行來告訴大家囉 Naked truth Naked truth 赤裸裸裸裸的真相 Just tell me the naked truth I lost my new bicycle in the park Just tell me the naked truth 告訴我事實的真相 Lost就是弄丟的意思 I lost my new bicycle in the park 我在公園裡把我的新腳踏車弄丟了 Naked truth 這個片語裡面指的就是說赤裸裸的真相 在這個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對父子在聊天 這個兒子看起來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做錯了一件事情 他必須要鼓起勇氣對於父親來說實話 那這時候這爸爸就先鼓勵他說 Just tell me the naked truth 就把赤裸裸的真相告訴我吧 那這個小朋友才說啦 I lost my new bicycle in the park 我把我的腳踏車呢 就是望在公園裡面 而且這台腳踏車是新的 那也因為他說了實話呢 父子兩個人才可以盡快去找腳踏車 亡羊捕牢 下面這種狀況呢就偏向說謊囉 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片語 Half the truth is open a whole line Half 一半的 the truth真話事實 whole line全盤的謊言 一半的真話往往就是全盤的謊言 You didn't tell me the whole story and half the truth is open a whole line Joseph對Joe說 你沒有告訴我完整事情的來龍去脈啊 whole story指的是完整的事情 而且一半的真話往往就是全盤的謊言 一半的真話也代表有另一半都是假話 有的人喜歡玩文字遊戲 覺得說自己說了一半的真話就代表沒說謊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說了一半的真話就是全盤的說謊了 圖上的情侶我們可以看到在圖的下方 是我們的Joseph跟Jill Joseph跟Jill他們兩個正在吵架 為什麼呢 因為Jill瞞著Joseph去見了自己的老同學 那這件事有什麼好吵的呢 Jill就說啦 我早就跟你講啦 我要跟我一個老同學吃飯啊 你為什麼還要那麼生氣呢 Joseph覺得很火大的原因是 因為他事後從別人的口中知道 這名老同學 我們看到圖上 Jill的老同學其實是他的前男友 他覺得Jill故意隱瞞這個事實 所以就說啦 You didn't tell me the whole story and half the truth is open a whole line 不過說真的 如果Jill跟Joseph說了實情 Joseph還會答應他 去跟他的老同學吃飯嗎 接下來的狀況也不是說實話 而是誇大其詞 誇大了事實的真相 在英文裡面 我們除了exaggerate 這個動詞表示誇張之外呢 有一個片語也可以來表達 誇大其詞的意思喔 Stretch the truth Stretch意思是伸展 我們常常會聽到說 Stretch your body 意思是伸展一下你的身體 這邊的Stretch the truth 是一種Stretch的慣用語 意思就是誇大你的意思 When Alex claimed that he had a PhD He was stretching the truth 博士學位的時候呢 He was stretching the truth 他把事實誇大了 我們時不時都會聽到 有人捏造自己學歷的事件 我們看到圖上的男生 Alex因為上節目推薦生機產品 聲稱自己是相關領域的博士 事實上他只有在大學 收過相關的學成就被人 踢爆作假啦 When Alex claimed that he had a PhD D he was stretching the truth 講話真的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不要誇大其詞 這樣會讓人覺得不老實 所以不說謊話也不言過其實 才是最佳的說話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句子 是出自於名人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的劇作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這部名劇裡面的一句台詞 他是這麼說的 Truth will out Truth 真相 事實 Will 將會 out 一般的意思是指外面這邊指的是 會水落時出 Truth will out 真相終究會水落時出 Man thought she could get away with her lies but truth will out Thought 是以為 get away with 就是做了壞事沒被發現 或者是做了壞事沒有被懲罰 Her lies 他的謊言 Get away with her lies 指的是他的謊言不被發現 瞞天過海 Man thought he could get away with her lies but truth will out Man以為他的謊言能夠瞞天過海不被發現 但是真相終究會水落時出 我們看到圖上的是柬埔寨著名的人權捍衛者 Somaly Mayhem 他曾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評選為年度英雄 2009年他還名列時代雜誌 100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也曾經受邀在白宮和聯合國發言 不過前一陣子卻被美國Newsweek報導說 他有許多悲慘經歷都是杜撰的 Somaly Mayhem出版的自傳 The Road of Lost Innocence 裡面說到他在小時候就是孤兒 慘遭中年男子的拐騙變成奴隸 而且該名男子還把他的出業賣給了中國富商 後來他好不容易逃離了妓院 從此決定要致力於拯救性奴隸 這樣的神聖的工作 不過Newsweek的記者發現 他賺人熱淚的聲勢 發現都是假的 除此之外他還捏造了很多受害人不幸的遭遇 幫他的基金會來宣傳 像是報導裡面就講 有一個女孩Long Pros就是被他教說 你要跟大家講說你是被人口販子賣到金邊的妓院 被迫賣淫 而且你的右眼也是因為這樣被挖走的 這當然也都是編造的 另外一個女生塔拉也在1998年的節目裡面說 她曾經被賣到妓院裡面 不過30多歲的塔拉現在坦承說 她從來都沒有賣贏過 她是聽信了So Money Mame的指示說 你這樣講才會幫到別的女人 違背自己的心意 講了一個虛假的兒童性奴的故事 這些消息引起了一陣嘩然 Mame thought she could get away with her lines but truth will out 許多報導它的媒體人也相繼出面地表示 非常遺憾 今天我們認識了一系列跟真有關係的英文詞語 我們來回顧一下 Naked truth 赤裸的真相 圖上的爸爸鼓勵他的兒子要說出 Naked truth 赤裸的真相 所以兒子才坦承他把腳踏車弄丟了 Half the truth is open a whole line 一半的真話往往就是全盤的謊言 這是Benjamin Franklin曾經說過的話 那這個圖上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男女朋友呢 男生在指控女生說 你告訴我只是一半的真相 Half the truth is open a whole line Stretch the truth 指的是誇大你的意思 圖上的男生聲稱自己有PhD 那真的是 Stretch the truth Truth will out 真相終究會水落石出 節目在著名的人權捍衛者 Somely Mame被大家發現 原來呢他悲慘的經歷都是杜撰的 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 Truth will out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認識了 一系列跟真有關係的英文詞語 自在生活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招集